在嘉義縣中埔鄉 有一間開了近30年的人氣洼櫃 傳統滷肉內餡竟然只賣35元 大家都說超級佛心 另外老闆母女黨還發揮了創意 做出小巧可愛的黑糖珍珠 日式櫻花 還有在地的阿里山烏龍腸洼櫃 而他們家洼櫃好吃的秘訣 在於堅持用嘉南平原所產的再來米 每天半夜就開始吹蒸 帶你一塊來看看 這阿里山腳的迷人洼櫃 這阿里山腳的迷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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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的天都還沒亮 店裡的門才剛打開 馬上就有老主顧上門報到 全都為了這剛出爐的古早味 外國而來 這幾天我又不怕吃飯了 這把沒有辦法來三四百 你把他拿出來 別吃得好多 一口氣就買上好多個 因為純米餡做的好滋味 不只能吃得到濃郁的米香 碗粿軟Q的口感 搭配香噴噴的滷肉內餡 還有鹹蛋黃 可讓人一吃就上癮 六個碗粿 純米餡做阿寇感很香很嫩 我覺得很便宜 對 然後又很實在 我們家伯伯 我們老出來都很香 對 我們家庫 口感不錯 這個軟度也很好 味道不錯 特定會買碗粿跟米糕 碗粿的話比較軟Q 米糕就比較紮實一點 一個禮拜都會買一兩次 那間店一次多久 應該十年 從小就是了 這家位在嘉義縣中浦鄉 阿里山公路上的碗粿老店 在地經營25年 因為用料實在又豐富 在2018年參加農糧署 所舉辦的台灣第一碗 最強碗粿爭霸賽 靠著樸實無華的好味道 奪下全國優選的好成績 獲得肯定老闆娘又驚又喜 我說賣啦 我們那麼多人 我們如果有辦法跟人家賓 她就說不然賓你就知道 她就堅持要去賓 真的她就很堅持 好滋味受到青睞 也讓店裡打開知名度 老店雖然不在嘉義市區 但是上門捧場的人潮 卻絡繹不絕 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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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來 好滋味 受到青睞 也讓店裡打開知名度 老店雖然不在嘉義市區 卻絡繹不絕 來 我來 其中一大原因 就是澎湃的豪料 CP值也超高 因為不少掏客上門 都會點上這樣一套 招牌的碗粿35元 搭配上料超多的味噌湯20元 只要55元的銅板價 就能飽餐一頓 搭配其他像是肉骨酥湯 也是百元有找 在這萬物奇漲的年代裡 真的超級佛心 料滿實在的 它吃起來口感 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它頭髮吃起來就是軟軟QQ的 滿好吃的 像我們做工的那樣 這樣吃的花肉奶 吃得飽啊 就算賣很便宜 但是在做工跟用料上面 蔡麟蘭的把關 可說是相當嚴格 那就是你不能太少 太少裡面會焗掉了 會流不出來啦 使用江南平原 熟產的再來米精選鮮 26號的品種 純米磨成米漿 不加任何修飾澱粉 每天清晨 現做現賣 可以熱水可以慢慢加 可以慢慢加 它才會熟 要讓它熟 它沒有熟 你等一下蒸起來 上面軟軟 下面硬硬的 掌握好米漿的熟成度 再來醬油 鹽巴等調味料 攪拌均勻 這時候可得跟時間賽跑 得要在十分鐘內完成才行 會這麼堅持挖粿的品質 因為蔡麟蘭這二十幾年下來 就靠這一個古早味養活一家人 也幫忙還清家中負債 雖然是間小店 內餡用的豬肉也相當講究 為了讓口感更加豐富 使用溫體豬的三層肉 混合黃金比例的後腿肉 下鍋翻炒 太冬了 都攪不攪 要出攪嗎 有攪到沒有攪 這一炒就是二十五年 雖然自炒都已經老了 沒力氣再做下去 但是講歸講 每天準時到店裡報到 我攪了沒辦法了 做不太久了 攪了 炒好的肉燥最後加入香菇 還得用蝦米 油蔥酥 半炒均勻 炒肉的部分 最怕就是讓它燒焦 它如果燒焦的話 整個味道就是會 整個變成焦味 所以現在有一個人 專門在煮這鍋肉 就能倒入碗裡 跟米漿混合 靠著手工的碗粿 蔡麟蘭耗費十幾年的時間 終於還清負債 現在也多了兩個得力助手 女兒跟媳婦都願意 回家接放學習老手藝 就是黑糖加二三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比例區 然後我們就是 現在就是把它炒成 有點焦糖的口味這樣子 像是這甜的碗粿 而喜也得到婆婆的珍傳 陳如味的娘家 本來就是做餐飲業 從小對做生意很上手 所以不管是內場還是外場的工作 他都一把照 對 我們用飯的 還有別具南部特色的炒麵 製作手法也與眾不同 用小火邊炒邊攪拌均勻 這樣才能讓麵條吸附醬料精華 而為了吸引更多顧客前來 女兒女一如也積極拓點 開了分店 現在更發揮創意 研發新口味 迷你版的碗粿小巧可愛 就像變身成為日式和果子一樣 創意的發想 都是來自香港的菠仔糕 有一次我到香港去的時候 我就想他們有一個東西叫菠仔糕 菠仔糕這麼小 菠仔糕這麼小一個 然後它其實跟碗粿長得好像 它只是縮小版 縮小幾十倍的碗粿這樣 繽紛的色彩看起來就好誘人 粉色的是櫻花口味 看準台灣人愛喝珍奶 還研發甜而不膩的黑糖珍珠口味 更用阿里山當地產的烏龍茶 做成茶香濃郁的碗粿 我們的茶是阿里山的烏龍茶 原來我們這邊是嘉義縣 嘉義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茶香 我們縣長其實他滿推薦 我們嘉義縣這個茶店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你到嘉義縣來 除了你可以喝到品到好的茶 那你可以吃到很特別的茶碗粿 能夠藉由碗粿 把全家人的感情緊緊的繫在一起 他們相當珍惜 大部分人的相處時間 可能是下班之後在家裡面 但我們覺得我們家最好笑 最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家去家庭聚餐聚會的時間 都是在店裡面 在媽媽身上看到老一輩女性 堅強的韌性 蔡琳瀾用心手做的好味道 也讓她嘗到苦盡甘來的滋味 現在年輕一輩接班 要把這古早味碗粿繼續發揚光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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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